我们经常在美剧或电影中呢 听到美国人说 这个短语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日常口语和写作中 又该怎么用它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 嘿大家好 我是英语大侦探 这是我的新专栏 奇怪的英语搭配 前期会有十节课 如果大家喜欢 我会增加课程 我在这个专栏里呢 会跟大家讲一些 既熟悉又陌生的英语短语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进入主题 如果我们从字面意思理解 第一个单词 all 翻译成中文呢 是全部 一切 第二个单词 ear 翻译成中文是 耳朵 听觉 听力 那么我们把这两个词连起来 就得到 全部的耳朵 一切的耳朵 好像说不通 那 全部的听力 一切的听觉 好像也不太好理解 那么这个词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 all ear 这个小短语呢 如果用比较接地气的中文翻译 就是把你的耳朵竖起来 认真听的意思 那用咱们博大今生的成语概括呢 就是全身贯注 或者呢 洗耳恭听 我知道这两个成语 在中文中并不能通用 但是呢 也恰恰说明了 all ear 这个词 在两种不同情境下的适用 待会呢 我会详细地给你一句 你就能理解了 我想先来说说 这个短语的发音 主要说一下这个词 ear 也许是我们太习惯拼音了 我们看到一个英语单词呢 会想当然的发音 我听到很多同学 把耳朵这个单词呢 发成 ear 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 他发的不是长缘音 e 而是短缘音 e 我在这里使用长短缘音来区分这两个音标呢 是为了更多的人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实际上呢 在美式的KK音标中 甚至比较严谨的说 在美式发音中呢 他们两个不是长短缘音的区别 也就是说 不是时间长短的区别 而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音 好 那我就解释到这里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尾音 ear 大家记住 一定要卷舌 发出儿化音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使用这个短语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句 Gone with your story em how it is 继续讲 我喜耳恭听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例句 as soon as I mentioned many she was on ears 只要我一提到钱呢 她就全身贯注了 从以上两个例句 这个词所使用的情景当中呢 我想你应该明白 为什么我说 这个词呢 能用两个成语 表达它的意思了 另外大家需要知道 通常呢 这个词的使用结构呢 也就是一个主细表的结构 经过以上的讲解呢 你应该会使用这个词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